二手市场爆新一波食样潮,市场作单日年络最小四中流血卖楼个案,除大部南山首现纳米楼食样外,马安山青年海于2017年开卖以来首次跌穿1000万元,三房仅售950万元,赤价低建1.2万元,重返长1113当年卖楼的头淡汤水平。 地产代理透露,青年海江陆德手中食样,3B座高层F室,实用768方尺,三房间隔,业主2017年3月以一手价1153.6万元买入。 去年12月放盘,原叫价1150万元,大砧两球,中以950万元逆手,赤价12370元。 卫屋远一,二手市场手中跌穿1000万元成交,赤价水平重返该盘开售时的头淡汤价。 星年海2017年3月公布首张价单,截实聚平945万元,赤价1.23万元起。 诚实执行董事赵国鸿当时以头淡汤价形容首批单位价钱。 上述批价单位,业主持货满三年额外印花税,SSD,松绑即沽货。 账面贬值18%或203.6万元。 由于发展商当时向买家代缴流价3.75%印花税。 约只计佣金等开支,实际损失约210万元。 纳米楼市场亦出现业主选手个案。 消息指,大埔南山江陆德纳米楼银主盘食样。 6座高层H室,实用194方尺开放式。 卖方于2018年初以329万元入市。 为过渡者泰,成为屋苑历来第二家银主盘。 原开价335万元,刚减价5万元。 以330万元获成接,赤价17,010元。 原业主持货两年,账面紧赚1万元。 约扣除佣金及离印费等开支。 估计实际选手预10万元。 英市屋苑开放式单位的第一滴血。 市场开始恐慌。 元朗Grandeo豪食价扩大至预100万元。 中原潘育行清,Grandeo豪狗座中层F73房户。 实用799方尺。 业主因为小朋友于港岛上学,决定搬屋。 去年9月开价1650万元放售单位。 为放盘多时仍未有客民津。 上月辰转降价至1180万元。 近日中劈至1140万元沽货。 赤价14268元。 原业主2016年以1303万元一手买入。 持货三年多。 账面食约163万元或百分之13。 股市震荡。 投资者急劈价套现。 何文田三半一座极低层D室。 属实用352方尺一房户。 劈价百分之15以730万元逆手。 创二手新低价。 劈价20739元。 卖方2016年7807.3万元扣入物业。 年洗费食约115万元。 特色单位都要劈价走货。 消息指。 新袍光雨、港湾七座顶层连天台施室特色户。 实用1621方尺。 原叫价5200万元。 近日大劈七球以4488万元连两个车位逆手。 尺价27687元。 原业主2012年73539万元连两个车位买入。 7年赚949万元。 7月4日。